现在的坐标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机场 这个机场相对还算比较大一些 到银川来呢必须得吃羊肉听说是 说这边的这个叫什么摊羊羊肉 手抓羊肉都特别有名 可是今天呢绝对是没有时间了 今天只是一个转机 我也不想着把时间搞得太紧张 等下一次吧 因为我想下次还是有机会的 后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 我会再安排单门来这边玩一玩 所以呢到那时候再品尝一下 他的这个摊羊手抓 叫手抓 他们叫手抓 那边就一家手抓卖手抓的一个小店 他那可以打包带走的 一会过去看一看 这家机场呢外边的这个结构我也不知道看不到 但是里边这个结构呢 感觉着啊还是挺像有那种伊斯兰的那种风格的 因为毕竟这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嘛 但是这种风格也不是非常突出 没有那么纯烈 可能也融入一些当地比如说像汉族的一些文化 加进去了 这个顶上是这种造型是叶子吧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种讲究啊 在伊斯兰里边 到宁夏这边来呢 两种东西要吃 一个是手抓 就是手抓羊肉啊 当然得吃正宗的摊羊啊 再一个就是拉面 这拉面他们这也有 但是我觉得好像最著名应该算是兰州拉面了 甘肃那边 甘肃里面好吃这口 这边可能挨着甘肃也比较近 所以呢也能串过来 今天这机场人怎么那么多呀 乌洋乌洋的 前面就是拉面板嘛 前面就是拉面板嘛 这一方水土一方人 这一点没错 这边的人呢 就西北这边人呢 就性格比较豪爽 说话办事 直来直去 不绕弯 这是他们的特点 像南方那边人呢 就是说话呢 声音比较温柔 声音比较柔和 因为他可能也是因为地理区域的不同 造就了人的这种性格的不同 有一种雕像 看看这是什么雕像 这是可能关于丝绸之路 关于这个泥川这边的 泥川的这些介绍 这边这些历史古迹啊 历史的这种起源啊 还是很深厚的 一天两天是肯定是不够的 是看不过来的 应该需要一些时间 单门过来 在这边呢 好好的玩一玩 了解一下 把他这种 算是西域文化吧 好好体验一份 他这个肯定与这个 就是内陆的一些城市 那种地方肯定是有区别的 他宁夏嘛 也是算是塞外 塞外的一个 一个宁珠了 塞上江南 有塞上江南之美称啊 荷兰山 岩画 哦 荷兰山岩画 你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是看一眼少一眼吧 每天都在经受的这个 风沙的这种磨打和洗礼 越来越严重 风沙越来越厉害 早晚有一天就完全就消失掉了 这是一些胶囊履舍 就是说 钱很便宜 比如说你像在机场过夜 这样的话就用很少的价格 在这里边住一晚上 在机场 第二天呢 就直接转机走了 不用出机场 不用再去专门找 找酒店 那么折腾 而且花费这个时间和金钱 是这么一个 这挺方便的 安检刚刚过来 时间还上早 随便转转吧 这边都是一些商铺 不得不说 它这个银川机场 在一个地方 总会的一个 这么一个层面上呢 算是比较大的 而且它这是一个 宁夏河族自治区的 一个地方 还不是那种就是说 汉族那种人多集中的 那么一个概念 它就是小时候民族 比较集中的一个 才能干成这样 可以了 也说明这个 零夏这边 还是比较富有的 经济上应该是没问题 前面是一些 小孩的 游乐场了 顺便看一下 银川外边 这个机场外边的这个 情景吧 远处都是山了 平原 平原和大山 肯定没错 这个赛上 赛外嘛 不知道这块儿 平时有没有封沙 这么大的一个平原地区 那有一个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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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娃娃里 去娃娃里 这个是什么风格呀 三外风格 这肯定过去都是用土做的 黄土砌出来的那墙 丰收 有点这种民俗啊 民俗的这种味道 可以在里边休息 喝酒 喝酒就算了 喝水还差不多 还行 有点小意思 这还有一破帘子 这边依然是一些商铺和登机口 这有一些回民 戴着一个白帽子 老爷爷 老回民 一般都特别的讲究 就是那些老一辈的那些 老一辈的那些人 对这个 他们这些 规矩啊 特别的遵守 我觉得这样的人挺可爱的 鬼鬼居的一辈子 重视自己的信仰 好前面就先不用过去了 都差不多了 也快到头了 谢谢 我们到前面 我们到前面 只要有一点 谁会得到你 你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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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山映像 这是卖当地的一些土拓 枸杞 卖当地佛 滆喷 传牌 走到这边来依然是一些商铺 还有就是 登机口 但这边商铺不是很多了 机场基本上就这样了 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长廊 一直这么过去 好了 机场我们介绍到此为止了